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隔日一早 范棠带着礼物和钱财登门感谢 冯吉正直 只留下一盒糕点给母亲尝鲜 其他一概不收 这让范棠很是过意不去 也对冯吉的人品佩服不已 受人恩惠定当报答 否则良心不安 范棠就是此等人 可冯吉不受报答 这可如何是好 这日 范棠突然想到 冯吉二十一岁了 还是光棍一条 不如给他物色的妻子 这比送钱财更好 他肯定不会推辞 打定主意后 范棠找了附近出名的媒婆 给冯吉物色对象 并叮嘱媒婆 千万不可说是自己相托 这媒婆果真厉害 两个月后就有了眉目 女子姓何 明秀娘 十九岁 是林镇人 父母三年前病故 现在由哥哥何达照顾 哥嫂早就想将其嫁人 省得在家吃白饭 有人登门说亲 王氏自然开心不已 虽说何达要的财力有些多 但王氏并不心疼 毕竟儿子已经二十一岁了 婚姻大事不能再耽搁 于是就找街坊邻居相见 冯家母子一向心善 邻里之间关系和睦 街坊们也不吝啬 你家一点 他家一点 凑够了聘礼 当年入秋 就操办了婚事 秀娘很贤惠 过门后孝敬婆婆 体贴丈夫 也给家里带来了财运 冯吉的小生意异常红火 短短一年就积下不少余财 贪心的人脸皮都厚 何达就是如此 他见妹妹家富裕了 就经常找些理由来借钱 冯吉是个厚道人 很重亲情 大舅哥有求 他都尽力满足 这样一来 自己的日子就紧巴了一些 秀娘过意不去 私下对丈夫说 相公 我哥哥有些贪财 以后还是少借给他钱 我们自己的日子也要照顾呀 没到此时 冯吉都安慰妻子 没事儿 大哥又不是外人 我们还有花销 再说我还能挣呢 放心吧 见丈夫如此厚道体贴 秀娘既惭愧又心暖 何达的贪婪不知羞 令湘林何与冯吉相熟之人都嗤之以鼻 这其中就包括饭堂 他心里多少有些自责 自己好心帮冯吉成了个家 没想到摊上这么一个亲戚 真是好心做了坏事儿 转眼过去一年多 大舅哥和达依旧借钱 但相比之前 次数少了许多 冯吉一家的日子还算可以 小夫妻恩爱 婆媳关系融洽 这日傍晚 范堂来找冯吉 两人相交几年 关系很好 范堂对冯吉说 我有几个生意上的朋友 去南洋走商发了财 虽说大海无情 有一定风险 但利润可观 跑上一趟 顶我辛苦十来年的 我想跑一趟南洋 希望冯兄弟能与我通往 正取的利润 你占三成 怎么样 范堂对当日相救之事 一直放在心里 时时都想报答 这次约自己去南洋 应该就是此意 他为人正直 助人不想所求 就对范堂道 范大哥 我明白你的意思 去南洋若需要陪同 我当然不让 但这分成直说 我可不能接受 这不是无功受禄吗 范堂道 兄弟误会我的意思了 你知道我不懂水性 万一落海怎么办 兄弟你水性好 有你在身边我放心 再说了 这一路上艰险难测 我希望你找上几个可靠的人 就算是做我的保镖吧 分你的利润也是应当的 这可不是白送钱啊 冯吉清楚 范堂这就是在报答自己 但话说到这份上 也不好推辞 就与母亲商量此事 王室开通 对二人说道 年轻人就应该闯一闯 没有风险哪里来的利润 你就跟着范掌柜走一趟吧 家里的事尽可放心 我虽然眼睛不好 但身体硬朗得很 有了母亲的支持 冯吉答应了此事 范堂负责筹备货物 冯吉负责寻找几个可靠之人 并且联系商船 两个月后 一切准备妥当 冯吉与母亲妻子告别 此区路程遥远 起码要两年才能回来 临行前一晚 冯吉拉着秀娘的手说 我走后 这个家就靠你了 我留下的钱 足够你们生活两年所需 母亲眼睛不好 辛苦你照顾了 秀娘含泪道 相供哪里话 照顾婆婆是天经地义 你放心吧 路上要照顾好自己 我等着你回来 安顿好家事 冯吉与范堂一行 出海远洋 历经半年多时间 一行人到了南洋 此次范堂 共购置了三船瓷器 台词带了些茶叶 这些东西在南洋很抢手 二人大赚一笔 货物消出 原本要回来 但范堂和冯吉一商量 准备再赚一笔 他们再通过打听 在南洋购置一批紧俏货物 带着商船去了琉球 日本 财运来时 党也挡不住 这一决策又赚了一大笔 二人高兴非常 等商船返回泉州时 已经离家四年了 船工等众人的工钱 结算完毕后 范堂按利润分了冯吉三成 这些钱财 足够他们一家三口吃用一生 冯吉感觉所得太多 最后只收了一成 离家四年了 冯吉惦念母亲挂念妻子 她将钱财存入钱庄 连忙返回家中 见到冯吉 王氏和秀娘都喜极而泣 乡林也都过来问候 当天晚上 冯吉陪母亲和妻子聊到很晚 说自己这几年的经历 说海上的惊险 说南洋的风土人情 伺候母亲休息后 冯吉回到卧房 有道是小别盛新婚 何况四年前 冯吉拉着妻子来到床边 准备诉说这几年的思念 秀娘样貌没有变化 比四年前更显年轻 在烛光的照射下 更显妩媚 正当要休息时 秀娘低声道 相公 我最近身体有些不舒服 而且你也劳累许久 还是先个字休息吧 等过些日子再说 冯吉厚道 也没多想 询问妻子几句 就休息了 手里有了钱 自然要改善生活 冯吉在隔壁买下旧宅 请工匠重盖 他还请人四处寻访名医 希望能治好母亲的眼疾 盖新房子 需要找个风水先生看一下 邻居李牛说 二十里外有个姓葛的先生 看风水很厉害 冯吉便托李牛前去相请 葛先生名叫葛平 五十来岁年纪 他看好方位 工匠们才正式开工 冯吉将其请到家中落座 让妻子准备茶水 葛平看到秀娘后 眼神突然一变 秀娘回视葛平眼神 表情瞬间也不自然 二人的微妙变化 冯吉并未留意 吃过饭后 葛平起身告辞 冯吉将其送到门外 葛平骑上驴子 转头看了看冯吉 而后表情一变 低声道 冯兄弟 我看你是正直良善之人 有话相告 你家娘子可能已不在人世 屋中妇人是谁 我看不清 但她对你没有恶意 话我只能说到这里 何去何从 你自行决断 说完此话 葛平驱赶驴子而去 葛平的话 让冯吉一脸茫然 一股良意从背脊冒出 妻子不在人世 现在的妻子她看不清 对我没有恶意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现在的妻子是谁 冯吉越想越害怕 她来到母亲房中 压低声音问道 母亲 我走的这几年 您是否觉得绣娘有些变化 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啊 王氏道 为何如此问 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母亲话音落下 冯吉将个平临走失的话 一一道来 王氏听完沉默许久 然后拉过冯吉的手说道 儿啊 你一走四年 可只留下两年的花销 全靠绣娘替人采茶才能维持 我眼睛不好使 但鼻子和耳朵却比常人好用 媳妇身上有股淡淡的胡卫儿 而且走路几乎没有声音 确实和以前不一样 王氏说到这里 冯吉抢问道 母亲 除了这个还有哪里不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差不多一年了 自从那时候开始 秀娘就不再和娘家来往 有时候和她来蹭东西 也会被她呵斥出去 儿啊 我眼睛快瞎了 可心不瞎 秀娘对我如亲生母亲般孝顺 不敢她是谁 是什么 我都不在乎 都拿她当亲生女儿呵护 做人不能辜负恩情 就在母子说话间 秀娘推门而入 对冯吉说道 相公 我确实不是你娘子 她早在一年前就去世了 你们不要害怕 听我慢慢道来 看着冯吉吃惊的眼神 秀娘缓缓道 相公还记得十年前那只火壶吗 此话一出 冯吉回到了十年前的记忆 那年冯吉十七岁 一天去外乡饭货 因耽误了时辰回来时叫晚 他为了早些回家照看母亲 就抄山林小鹿回家 路过一片树林时 听得不远处有呼救声 过去一看 原来是个二十多岁的汉子 掉落在猎人挖的陷坑中 奇怪的是 坑中还有一只火红的小狐狸 小腿上插着一只弩剑 冯吉解下绳子 将男子拉出深坑 这男子叫陆彪 是个猎户 因一附加园外对他有恩 便到山中猎取火壶 准备将皮毛送给园外做礼物 当天下午 路标射中一只小狐狸 这狐狸一路小跑 路标就在后面紧追 结果双双落入陷坑 若不是逢吉相救 难保夜间不被其他野兽害了性命 逢吉见小狐狸可怜 就恳求路标将其放生 并拿出一件紫貂皮作为交换 路标视逢吉为恩人 当然同意 逢吉小心拔下弩剑 清理伤口后好生包扎 然后将狐狸放生 路标不肯接受貂皮 在逢吉的一再相送下 才勉强接受 此事已经过去多年 逢吉也早已忘怀 见秀娘如此想问 惊讶道 记得啊 你问那只狐狸做什么 秀娘道 我就是那只火狐 十年修炼可以幻化成人 一年多前 你妻子生了重病 她怕你母亲担心 不敢说出 那日下午 你妻子去庙里上香 途中病发 我无能力救她 只得化身她的模样 帮你照顾母亲 算是报答你当日的恩情 你妻子的遗体 就在李广元寺二里外的树林中 旁边有块大石 成品自行 说到这里 逢吉母子吃惊不已 想不到眼前的秀娘 竟是灵狐所变 秀娘又道 既然你已回来 我也该走了 三日后是我渡劫之日 希望有个好运气 你去将几个邻居叫来 我要当着他们的面幻化而去 否则你妻子突然消失 难免遭人非议 有几个邻居为证 你也能说得清楚 逢吉此时已失去清醒思考 她如木偶一般 叫来邻居李牛和陈嫂 这二人正不知何故时 秀娘走到院中 只见她转过身躯 瞬间出现一缕清烟 烟散后 下面蹲着一只火壶 狐狸走到逢吉跟前 用头蹭了蹭她的腿 而后转身一跃 瞬间消失不见 李牛和陈嫂被吓呆了 在逢吉的叙述下 才勉强稳住心神 四日一早 逢吉叫上李牛 去到火壶所说之地 挖出了秀娘的遗骨 虽然尸骨无法辨认 但上面的那块儿一配 逢吉确认得 妻子嫁给自己时 就佩戴着此物 在李牛和陈嫂的讲述下 人们都知道了 火壶报恩之事 也知道真正的何秀娘 在一年前已经过世了 逢吉将秀娘的遗骨 安葬在自己祖坟 准备百年之后 再去还他的情 原本此事就此过去 但何达得之后 却不肯放过 其实他有一年没来逢家了 原因是被火壶幻化的假妹妹训斥 不让他再来登门借钱 人们的传门 何达是相信的 因为妹妹心善 绝对不是无情之人 将自己训斥一番 然后赶走 这不是妹妹的作风 但他不肯承认 目的就是借着妹妹 无端失踪 撞告冯吉 讹诈一笔钱财 至于那具尸骨 坚决不承认是自己的妹子 冯吉被带到公堂审问 他只能肇实诉说 并且确定 妻子双脚皆是六指 挖出的那具尸骨就是这样 而且尸骨旁的玉佩 确实是妻子所有 何达声位俱下 否认妹妹双脚六指 也否认那快儿 欲配是妹妹所有 他说冯吉从南洋回来后 富贵发达 咽弃了糟糠 用狠毒手段将其杀死 然后找来一具无名尸骨冒充 在编造火狐化人之说 按正常思维 何达的话很有道理 毕竟火狐化人这种事情 太过匪夷所思 提警官胡大人实在不能相信 但冯吉杀人并无证据 胡大人就将其赞押牢中 命手下差役详细调查 冯吉出了事 母亲王氏心急如焚 犯唐之情后 也急速赶来 他一面安慰王氏 一面找人疏通 希望能让冯吉脱罪 差役不知从何入手 一时之间犯了难 胡大人只好升唐严审冯吉 既然严审 棍棒之行在所难免 冯吉虽然精壮 也经受不起 亏得饭堂出钱打点 才少受了许多罪 谁知就在五日后 案子突然有了转机 冯吉被带到公堂后 发现堂上有一名老妇人 而站在老妇人身后的差役 令她吃了一惊 这人正是当年的路标 这时候 何达也来到公堂 当他看到老妇人后 表情显得很不自然 胡大人升堂 直接询问那名老妇人 原来何达的母亲去世时 她十二岁 妹妹秀娘才五岁 父亲忙于生意无暇顾及 就请了于是做奶娘 照顾何达兄妹 于是在何家待了八年 等何达成婚 何达父亲去世后才离开 当时秀娘十五岁 于是对何达兄妹非常了解 据她陈述 秀娘双脚都是六指 根据这一情况 胡大人命路标 带人开棺检验 经查 逢即埋葬了女子尸骨 确实双脚都是六指 同时 于是还辨认了那快玉佩 证实是秀娘所有 她还说 何达身上也有一块 与其相似 由于是作证 胡大人确信了此事 她软头审问何达 何达无赖性子 但骨头软 问了两句就害怕了 说自己妹妹确实双脚六指 玉佩也是妹妹所有 至于其他的 就不知情了 胡大人虽然对灵狐化人并不相信 但案子审到现在 逢吉自然是无罪的 于是就将其释放 此案也就结了 退堂后 陆彪命人将于是送走 安排完毕后 她笑呵呵地走向逢吉 说道 小兄弟 十年不见了 你混得不错啊 逢吉感叹道 陆大哥 真的是你啊 你怎么做了捕头 怎么会找到奶娘 替我开罪 我真是 真是话到这里 逢吉已经激动地说不下去 陆彪道 逢兄弟 这都是你行善的造化呀 当年我把紫貂皮送于园外 园外也很开心 就推荐我去松阳做了捕快 三年前才调来推关衙门 我曾去过你家 令堂说你去了南阳 前几天你被抓时 我去了外地 回来后才听说你的事情 我知道你的为人 断不会做忘恩负义之人 于是就和推关大人求情 容他宽限几日 这样我才查到何达 与你娘子的奶娘 才能证实你所说为真 逢吉感慨万分 拽着陆彪与范唐回了家 摆上酒席庆贺 席间 陆彪问 兄弟 当年的那只火壶 真的变成你娘子了 真是太神奇了 逢吉道 是真的 我也不敢相信 哎呀 当年亏得你劝阻 否则我岂不是铸成大错 万幸啊 真得感谢你啊 范唐道 逢兄弟的好运 都是自己击负而来 若无当初对你对我和对火壶的诗恩 怎会有今天的化险为夷 话音落下 三人相视 哈哈大笑 后继 此故事荒诞神奇 令人不解 我们暂且放下灵狐化人的真假 但从前因后果来看 逢吉的发际和脱罪 究其根本 都是自己行善击下的福德 他救助范唐 使得财富风盈 救助陆彪 陆彪投桃暴力 完就其余为难 这不就是因果吗 人生在世 须当以善为本 能伸手相助 就不要迟疑 福泽是一点一点积累而来 就算不庇护自身 肯定也会恩责后事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